我不管嘛 我爱你哦 我现在就是讲一下老百多的朋友想听 来我来给他脸多你看啊 给你即兴啊 暴光他 赵磊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赵磊 自己的料 自己的爆 请认真啊 还在决心的吧 我们先去认真啊 找了你的三首歌 然后做了一些小小的处理 然后请你听一下这是哪首歌你记得 两秒钟给你答案 呼吸 两秒钟啊 超过两秒钟我都输 Lover Treat I'm crazy like me in this way 你快吗 我自己的歌倒背如流都可以 你把我错理之后发现你的歌的旋律 倒汗回来就很好听啊 是吗 对 最后一个 来 呃 宣言 王者的感觉 有一个王者坐在你的面前 你害不害怕 我怕呀 你想做惩罚是吧 你说惩罚是什么 我来 你还夹子银吗 台北下的雪 就这样的吗 说一个 夹子银版的沙灶搭连 咳咳 我前面是不是还要加个前缀 嘅嘅嘅 哈哈哈哈哈哈 准备要紧 好不好嘛 你最好啦 行不行吗 求求你了 拜托拜托 我不管吗 我爱你哦 人家要吗 哈哈哈哈 你是之前就有这种症状 还是 今天才有 哈哈哈哈 我脚趾抓地了 我打眠打眠 不好不好不好 剪掉 因为首张个人唱到专辑嘛 嗯 禁忌之乐 嗯 为什么叫这名字 禁忌之乐嘛 因为我比较中二 幻想自己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冲进的动漫人物 然后一直往前冲 一直往前冲 因为这是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你先说 每首歌都会带着一些 人生或者故事嘛 嗯 所以想知道 你在这张专辑的人生 是不一样的呢 就写专辑故事 其实就相当于是在写 写本书 它不一定是我自己发生的故事 但是呢 我可以想象 然后你是希望我讲什么呢 我希望就是讲一下 Lover 有个朋友想听 你所的那个朋友 是不是你自己 哦 Lover嘛 他肯定是想讲什么 什么跟别人 怎么怎么怎么样 是吧 不不不 这个词是作曲老师写的 所以这个 这个故事 跟我自己本人 是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就忘了吧 讲的是我自己的故事 2020年写的 然后为什么写这首歌 是有一天下午 就是那一段时间 是 就是要面临一个新的阶段 然后呢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就是有点想要逃避 但是又必须面对的 那个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我写了就忘了吧 就是忘掉很多 我自己不该去考虑的事情 让他随着寒风去暖阳疤 但沉淀的手掌 轻轻抚摸你的伤疤 明年把衣服都穿好了 今天衣服穿好了吗 今天衣服穿紧实了吗 记得要拉不起来的那种 我只知道新概念什么英语 新概念里之本呢就是 我的爱豆吃什么 穿什么 我都会立马去跟随 唯独爱豆去健身的时候 不仅不跟随 还会劝他说 别举了别练了 这不就是我粉丝吗 新概念的 去年就是这样 一举就说 不要再举铁了 不举铁呢 又说 哎呀好瘦啊 蕾蕾长点肉吧 蕾蕾你好瘦啊 哎呀蕾蕾多吃点 蕾蕾最近还健身吗 不举铁就想看 哎呀蕾蕾的腹肌有吗 怎么可能吗 对吧 哎 在这个片子里 我发现了很多 还有比如说像 若日拥抱写间里面 你会去观察一些生活的细节 所以这两天 有观察到一些什么样的生活 这两天 跟姚晨照亮起 那个小店旅 在广州的时候 然后发现 就是在明晨一两点的广州 我们看到了很多小吃 我们那会儿在想说 如果我们小时候是同一个学校的 然后我们都住在这个社区 我们应该会经常下来一起吃 就想到小时候的时候 会跟同学们一起下楼 就是吃吃烧烤啊 聊聊天啊什么的 所以对这次的很易别 有什么记忆生的吃烧烤 离别也还好吧 就只是说可能在台上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一起 十一个人一起去表演 但是在抛弃工作 大家还是一模一样 没什么变化 上一位嘉宾是谁 张星特可以听 你为什么不听 好 不好意思张星特 你的歌我真的还没有听 是因为我正要去听 但是刚刚采访之前 正要去听 他们还就打断了 我还没有去听 我现在就马上准备要去听了 来我来跟他联动 你看啊 给你即兴啊 合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这回事 于是谎言说了 一次就一辈子 曾吻过跟世界离职 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 如果有下次 我会再爱一次 我快到了一个 因为这期播出的时候 已经快 准备上 奶奶的生日了 所以爸爸呢 在这个点 一定要抢占你的 第一个生日蛋糕 所以准备了一些 今天呢 就是一个定制的 手工道团结 来 哇 你居然还给我 准备了生日蛋糕啊 但是呢 准备了个半天 我们要玩 这整整整游戏 是不是要不要 第一个 不要还是不要 第二个 这么厉害呢 要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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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可以啊 要不要看一看 小米椒 一会做这个 弄好了 你来吃 啊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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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好 脸都红了 已经坚决了是吗 坚决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